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又是一个星期五 又是一个开心的周末 现在因为没有每天都拍视频了嘛 就还挺期待周末的时候 可以拿起相机 录一些比较日常的一些生活片段的 很喜欢那种放松的 可以跟你们聊天 然后记录一些 我就是比较日常的生活的时候 那今天晚上我们不准备去下馆子吃饭 因为跟我们一个好朋友约好了 他的爸爸妈妈最近来新加坡 然后就准备今天晚上在家做饭吃 所以我们也去蹭个饭 他们跟我一样也是湖南人 所以每次去他们家吃饭 他爸爸妈妈都会做很有家乡感觉 很正宗的湖南的家乡菜 所以每次去他们家吃饭 我都很激动 虽然是别人的爸爸妈妈 但是就感觉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然后吃到那种很正宗的家常菜 就觉得很幸福 好那现在我准备先出门 我想先去一趟商场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水果呀 或者甜品什么的 准备买了带过去 然后就在商场等天搁下班 然后再一起过去 买了一盒泡芙 他们出了这种圣诞节的限量的盒子 还挺可爱的 外面有圣诞树 然后我们马上要到了 我还以为那是月亮 那里有个气球 我刚刚把它看成月亮了 好大啊 是不是挺像月亮的 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那个味道 好吃呢 好吃吗 大家早 现在是周六的早晨 我们准备出去吃brunch 今天要去的也是一家很有名的 就是在网上评价还不错的一家brunch店 叫做common man coffee roaster 听过他们家的咖啡和brunch味道都很棒 所以今天我们也约了两个朋友一起去尝 都是你们见过的朋友了 然后吃完之后 我们今天下午要去一个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具体是个什么东西 有点像那种文创集市的那种感觉 就是创意集市 开心吗 不喜欢吃brunch 没办法 就是小女孩吃的东西 你可以不带我去吗 不可以 你得去付钱 唉 我好瘦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短发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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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长发朋友 我们刚刚去吃了那家 brunch 虽然贵但是是那种 值得的那种就是好吃的 确实味道都还蛮好吃的 我们吃的所有的 鸡蛋跟肉都很好吃 然后pancake也很好吃 就都还蛮好吃的 我们四个人吃了大概120块 新币左右 吃点了三个主食 就是我们四个人分的三样 是那种确实贵 但是还挺好吃的那种店 所以还是可以去的 给你最难喝的 真的吗很难喝吗 你是什么 芹菜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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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芹菜也害得很好 哦他这个好难喝 我应该 微笑 它吸着眼神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它就是平在一起啊 哈 到底有没有在拍啊 有有有有有 它拍了四张 它要四张 哎呦哎呦 哦 还蛮好看的嘞 这挺有意思的 我们来进去 好啊 看到了 好黑啊这里面 哦 你看我的相机 这个 哈哈哈哈 就头怎么摆的下呢 我自己看 对 我这样我要蹲进来 对,对,对,对 一秒,我出去了 哦,挺有意思的,好玩 Hello,我们已经回到家里了 家里进了一只蚊子 一直在咬我 已经咬了我两三个蚊子包了 好痒啊 我这有一袋这么多 是一袋就是我的空瓶子 我看到那个蚊子 哦,没打到 我这有一袋这么大一包 就是我之前就一直在慢慢 攒的一些空瓶 用完的一些护肤品啊,化妆品 之类的,本来我是想要不要做一期 就是,嗯,类似于空瓶记啊 空瓶分享这样的视频 但是后来我又觉得我不是很想 就是做这种完全像是 美妆呀,护肤这种类型 主题的,哦 不好意思,这种类型主题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把它单独拍在一个视频里面了 然后我又攒了这么多这么久 现在扔掉我又有点舍不得 所以我就今天来小小的跟你们分享一下 最近大概几个月之内吧 我用完了一些什么东西 如果你不喜欢看这样子的主,哎呀这个蚊子又来了 我刚刚想去打那个蚊子 结果还是没有打到它 我把我的电蚊拍放这儿 准备一会儿,一旦看见它 我就要去打它,哎,这蚊子真的好狡猾 飞一飞就不见了 但如果你不喜欢看这种类型的话 可以跳过这一段 就简单的比较快的分享一下吧 首先是化妆棉 我用的是这个 用完了三盒 感觉我像是在吃化妆棉一样 就是这个牌子的, Unicharm的 就是跟那个二分之一省水化妆棉是同一个品牌的 但是这个是那种紫色的 化妆棉是那种厚厚的 像小枕头一样的那种 其实用还是很好用的 但因为它那个化妆棉其实很厚一片 所以一盒里面并没有多少 就用的很快很快 平常都是用来卸妆啊什么的 就是一下子就用完了 所以我觉得性价比还挺低的 这一瓶是很大一瓶 唯一两瓶的化妆水 它这个水好像有三种不同的浓度 我这个是应该是比较浓的 上面写的是moisture 真的很便宜啊 然后很大一瓶 可以用很久 就还挺适合洗完脸的时候 用化妆棉稍微在脸上擦一擦 相当于做一个二次清洁 不过它在我脸上有什么用 我倒是没有感觉到 我可能还会再去买它 因为就真的很便宜 然后用完了一个慢单的眼唇卸妆液 这个就是很好用 然后我也一直有几瓶的囤货在这 卸眼妆卸得很干净 然后也不会刺激眼睛 然后也很便宜 所以这个还蛮好的 我应该也会一直不停的回购它 还有一个克润的洗脸的洗眉奶 它是那种泡泡洗眉奶 已经已经 哦 还有一点点 挤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它其实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绵 像那种云朵一样的泡泡 然后它是氨基酸洗面奶 洗得很干净 然后使用感也挺好的 没有什么味道 然后也不刺激的感觉 我还挺喜欢这个的 然后用完了两个精华 一个是这个欧莱雅的小黑瓶的精华 然后一个是欧雷的小白瓶 这个是个美白精华 它其实是一个基底液 相当于是在精华之前擦的 不过我感觉其实没有特别大的用 这个我已经用完了一两瓶了 但是我还是感觉没有什么很大的用 所以应该之后不会再买了 这个小白瓶 我也是用完过还挺多瓶 这个应该是我的第二瓶 然后我现在还有第三瓶在用 它对我来说是有效果的 是会变白的 但是我当时用完了第二瓶之后 就没有那种很明显的效果了 所以我就等了大概一两个月之后 再重新买了一瓶再用 感觉好像又有一点效果 就可能它不能一直连续用 不会一直都有很明显的效果 但是用一用停一段时间再去用 它又会有效果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确实让自己的脸色 会变得亮一点白一点 然后护肤类的还用完了一个 这个牙样的安心霜 之前有一段时间 我脸上长了很多的痘痘和闭口 虽然现在其实也没有完全好 但是当时就真的非常严重 我整个脸就摸起来 就很凹凸不平 就皮肤状态很差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买了一瓶这个用 它其实就是没有什么感觉 很强烈的修复啊 然后会让皮肤一下子变好的那种感觉 但它就是那种用起来很安心 没有一点负担 没有刺激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如果脸上的问题 比较严重 长很多痘痘 皮肤很差的时候 可以买这个来用 不会给皮肤造成什么负担的感觉 所以还可以 还用完了一个必柔的防晒霜 这防晒霜是我一直在用的 比较透明的质地 然后用起来感觉很清爽 不会很油腻 然后它也很便宜 SPF50 PA4个家 所以这个防晒霜 我一直都有三支以上的囤货 它用的还挺快的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Inners Free的一个火山泥面膜 这个其实我没有用完 给你们看 还剩大概一小半罐 不过这个我已经用了很久很久很久了 一直都没有怎么用它 因为它确实不怎么好用 就是涂到脸上很干 然后没有什么效果 然后它已经被我放过漆了 所以我准备把它丢掉了 不会再买了 还用完了一个这个 这个是那种类似于生发液 就是咖啡因生发液的感觉 帮助强健发根 然后阻止脱发的 我用完了一整瓶 但是感觉没有说有很明显的作用 可能以后还会再买 因为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 就是要看长期的效果 可能要用很久很久 才能看出效果 嗯 不过这瓶我用完了 暂时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 然后是几张彩妆 首先是这个 这个是Physicians Formula的粉底液 这应该是我人生中第一支 全部用完的粉底液 都空了 我为什么会这么快的 把这一支粉底液用完 其实是有原因的 它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海绵头 就是用起来实在是太方便了 每次我想用粉底的时候 就把这个拿出来 在脸上点几点 然后再用海绵蛋拍开就可以了 很方便 上妆很快 并不说这个粉底真的超好用什么的 它就是很方便 然后我每次就想打开用它 然后我也已经买了一瓶新的在家里 然后用完了一支眉笔 Kate的这个极细眉笔 这支是已经用到完全扭不出来了 这个很好用 它就是那种很细很细的眉笔 然后画出来就是可以比较好的勾勒出形状来 然后我也有很多支的囤货在家里 然后呢是一个NARS的 哎呀这个被我用的好脏 是一个NARS的蜜粉盘 就是一个定妆粉 然后我买的是那种压实的那种粉 已经被我用成这样子了 这个我觉得是好用的 它没有很重的粉感 然后定妆的效果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 有可能会回购 终于可以丢了 这个呢是一个Kate的眼影盘 这应该是我第一盘眼影吧 就是一个四个颜色的这种 已经被我用成这个样子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用的眼影盘 它这四个颜色都能用到 然后平常就是想随便 画个比较日常的妆的时候 就会用它 然后也用得很快 所以我也买了一盘新的 然后最后一样东西就是这个Dior的香水 叫做Pure Poison 这个地方都被我已经摔的掉漆了 当时还在读书大一大二的时候买的 现在我会觉得这个味道是好闻的 但是可能不会是那种我想喷到身上 带出去的让别人闻到那种味道 应该不会再买这个了 好那这就是我今天所有的 要给你们看的空瓶 终于可以把这些东西都丢掉了 我们准备出门了 刚刚换了一件衣服 换了一件黑色的衣服 因为我们晚上要去吃火锅 开心吗 开心 开心 好久没有吃火锅了 我们 好开心 今天准备去吃香天下 还有 还有 小球 和具 还有一个是 牛乳 就是这个熊 好可爱 它其实就是一头牛油 好大一头油 下面那个也是一头牛油 好 好 它掉了 它下去了 它掉了 快把它捞出来 可以把它捞出来 快站起来 哎呀 站不住了 都在哪 啊 又下去了 哎呀 好 这是个鹅 这不是那个大白鹅吗 好可爱 这个鹅太可爱了 这个羊肉很可以 是 一米吗 对 真的很长 感觉还挺多的这样子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油条 连海底捞都没有油条呢 嘿大家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家里了 刚刚的火锅 其实味道 我觉得还可以 还算挺不错的 但是就是太贵了 它比海底捞还要贵 性价比有点低 你觉得呢 嗯 是不是太贵了 是太贵了 最近有看到一些 网上的新闻啊 报道说 又到了马来西亚的榴莲季 所以我们今天就跑去想要买榴莲 但其实我们到那看 没有很多榴莲在卖 然后价格也不便宜 猫山王都是20块一公斤的价格 所以 其实并不算很便宜 我们最低有买到过12块一公斤的 但是既然我们都去了 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回来吃 哇 这个还蛮大的 我们今天去的是 Valestia 就是马里士他那条路上的 叫做空军榴莲 嗯 去买过一两次觉得都还不错 所以还可以 打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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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哥加油 天哥加油 你别用到手了 哇 还挺黄的 呦 先尝尝 哇 这个好吃耶 好浓的 嗯 苦味超重 这个 hello 大家早 现在是周日了 因为最近的周末我们不是经常早上出去吃brunch吗 吃一些好看 但是不是很接地气的食物 然后天哥就很不开心 天哥其实不是很喜欢吃对不对 嗯 不是很喜欢吃brunch 超不小的 我叫他跟我一起去 他都很抗拒 那今天早上我们就准备去吃一吃天哥爱吃的 开心不 嗯 吃你爱吃的 嗯 我们准备去bunkan的那个好像是一个挺大的一个food call 里面应该有很多种就是各种各样的吃的 准备去那边看一看 好吧 反正今天的目的就是我们去外面吃饭 然后天哥想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我们买好了 我买的还是豆浆油条 然后天哥买了他的米粉 米粉面 面吗 米粉的面 翻了 你看起来还挺多的耶 你还叫什么 鸡翅吗 嗯 这个什么 那个呢午餐肉啊 炸的 看起来好好吃啊 我们带着我们的小车出来买菜了 好样子 我一下推不动了有点 满载而归 然后我们现在还去买一点晚饭 就回家了 天哥买了个新的游戏 快来介绍介绍你买了新游戏 切菜 灯盘子 洗盘子 没大魔王吃 一个叫做overcooked游戏 我就是那种备菜的游戏 我来切鱼 你切 我来切虾 你就负责送吧 没有没有没有虾 没有虾 快放回去 我现在有了快去送 可以蒸了吗 对 没有熟耶 没弄好呢 他也快回来拿回来给我 锅子锅子锅子 配合玩的那种做菜的小游戏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点个赞 然后记得点下面的subscribe来订阅我 这样以后我每次发新的视频都可以看到了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你看我脸上这些痘痘 已经好多了 这有两个好大的痘痘 你看红红的而且讨厌 本来我准备明天拍视频的 我想等这两个痘痘消了再拍明天的视频